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6号 今天台湾又出了另外一件事 啥事 就是黄国昌 民众党的 绝对亲共的 他在这里揭露台湾的军营区使用了华为路由器 因为台湾早在2006年就通过了法律 说任何的台湾的军队不能使用中国产的任何产品 然后台湾军营器是使用了华为的品牌的路由器 台湾军营器这个采购的毫无疑问 那就是前国防部的 邱国正时代的 是不是 然后现在中共来接 我们早就说过 邱国正时代的台湾国防部 那就是绝对中共渗透的 先说白 这中共渗透的事情 现在中共来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来打民进党 打赖清德 你觉得是有什么操作 其中市 分享一下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叫什么 恶人心高壮 把自己的以前做的这些事情去 但是这个时间线上很明显 这跟赖清德没有毛关系 人家当年也没再逮着这个决策或者采购 也不是他做的决定 所以这个 这种浑水搅得挺低级 不知道他们是这几个意思 想干嘛 路德 这毫无疑问嘛 就是说一起打民进党嘛 但是这民进党里头之前在蔡英文时期 邱国正时期说白了就已经埋了很多雷 现在要把这一个雷屎盆子全给他揭开 然后呢 一压十吃 是吧 既表明 是吧 黄国昌是多么的 是吧 跟中共不是一伙 第二表明自己 是吧 你看 揭露黑暗那种感觉 第三主要打民进党嘛 苦肉计啊 是吧 打民进党嘛 第一打民进党 是不是 但是这民进党埋得来 说白了我们之前其实早在2022年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 这民进党内部 一个就是蔡英文政府 二个其实就是嘛 国防部 都是 你看这个 郑少参啊 是吧 不就是 这个民进党的嘛 是不是 揭露出来 现在 郑文灿 郑文灿啊 然后现在国防部 你看 两个点 一个是蔡英文的人 郑文灿被揭露出来 第二个 台湾国防部 果真又应验了咱们说的吧 这中共早就埋了雷 他就是在这里 来抱这个雷的方式 把你这一起 一起给灭了 知道吧 一起 然后用所谓灭雷 揭露这个灭雷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把赖清德 政府 是吧 给一起一股脑打 他是这个打法 然后把民意给转走嘛 是不是 老百姓哪知道 哪知道个啥呀 老百姓哪知道嘛 是不是 还是屎盆子策略 就是扣屎盆子这个战术 一点心意都没有 是啊 这个我们得给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一个啊 这个东庭 东庭湖 中共现在对东庭湖 这个文宣全面出来了 咱们今天早上提了以后 东庭 中共知道 这样实行 要打争直战了 陆德顺只要一提 他知道要打争直战了 明白吧 说什么东庭湖体院 为何容易出现简刑 今天出的 我们今天刚刚说了嘛 为什么东庭湖就是 他妈就是人为的 知道吧 所以他们就说 为什么出现简刑 因为自然啊 原因 是吧 然后这个 哎呦说 说卫星沿头显示 沿幕区最长13公里 然后呢 然后呢 什么武警全出动了 军队都出动了 又救灾了 又开始 又开始大忽悠了 这打争直啊 明白吧 他用所谓的 这个卫星云图的方式 就是我们呢 用讲事实摆道理啊 路德社说的嘛 都是胡扯的啊 咱都是事实啊 就他们说的事实 咱们就是胡扯 知道吧 就跟那个灵鹫的4117一样 就是很苍白的事实啊 说我们是纯粹胡扯 知道吧 没有任何事实 他们有事实 明白吧 因为手 东西都在他们手上 你这么看 我觉得很无聊嘛 但是这个事情呢 给中共陷入了 咱那个 这个中共自 陷入自证清白 这个里头 但是他很难啊 他都用这个 所谓的事实 其实也不存在 就打一个认知差啊 就是 出来这个 做一番苍白的解释 也没有啥用 但是 这个比较优势的点 就是 他现在处于 这个两碗粉 吃了两碗粉的 那个地步 但是咱不是冤枉他 就是从来也没有人 冤枉过他 他的这些事情 那肯定都是 事出有因 都是他干出来的 他才有 这个 这个 这边的结果 就是 还有一个 就是咱们这边的特点 就是我们从来不会用一个墨削 这个事实 为了 为了打击他 这个编造一个什么东西 打击他 那不就跟他一样吗 所以这种事情从来不存在 所以说 他这种 就是你看他一旦有反应 那就是又 又是一种证实 这次的 这个这种 这种模式 咱们也多次说过 就是他要没反应 那算咱白说 但是从来没有过 你知道 每次他都得出来解 什么台湾国防部 每次他都有相应的这个部门 除了事太大 比如说这个51分钟录音啊 或者说这个病毒啊 这种完全大到不能做出任何回应的 这个就不能做出任何正面回应的这种事 他没有回应之外 其他的这些 稍微小一点的 像09441街啊 什么这个一系列啊 观众都很熟悉 这些事都都要出来 这个所谓的辩驳一番 也很无力 我是这种感觉 因为为什么说 咱们说 之前你几遍有一次节目 咱们说体特报检 说好久没出现了 是吧 第二天 你报检就发退了 他那个退 但那个退绝对不是报检的 为什么 因为罚子全是脏话 报检从来不用这种话说话的 啊 就是中共就开始那个有反应了 啊 有反应 其实很明显的是啊 因为 就跟那么国防部 当时2022年8月 你说白了 你国防部啊 这个台湾啊 国防部 你说有多少人骂天天天天骂台湾国军 那么中共媒体天天骂台湾国防部 也没见国防部 对中共的中央电视台 或者那些有所反应啊 写个声明 是不是 你发现没有 没有吧 啊 当然是没有 咱一个自媒体 他为啥 哎呀 自媒体这么多 那几千上万个 我走 啊 他 按理说 那流量高的很 那他也不那个 啊 是吧 中共的做的假流量都多的很 那他为啥不那个 啊 没有 是因为自己人嘛 那回那啥 所以你结合这些分析下 好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中共怎么说呢 咱一啊 多次翻新认知就像这些咱们坚持很久了 咱们以前可能都都都都都都在认知层面之外了 连什么大纪元这回就不也是这种翻新认知的这个测映中共的这些效应吗 说白了 就看了半天 服了路德社之外 好像没有其他的这个这个呃 所谓媒体也好自媒也好 不是去测映中共的 这个这点意识也比较悲哀 另外一个也也也也当然是对咱这个价值或者说成绩度 这个这个快乐的一种体现 嗯 那怎么说呢 就是我不是说没有人去反对中共啊 那些跟这个这个路德社合作的这些雷啊什么之类那都是很明显的 但是在在这个能发声的就是能算上媒体甭管自媒还是什么媒体也好 能发出声音来的 目前看来那只有这个路德一家有这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待遇和反 历史这天天我觉得他劝中共不要老这个这个捡去这个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也是颇于压力 就是他每次当然他们的新知著名能识别到这里边有核心的东西 他才会去顶着这么大压力 或者说呃这个顶着去证实这个这个侧面证实了这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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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很负面的这种影响 每次还都要去回应这个路德社发出来的那些警讯啊 或者说这个 证据啊或者情报啊 那那那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惯例了 他就那习以为常 路德 好我们再回到 总共这个文宣啊 说这个东庭湖 说决堤后华融团舟晚啊 超92%被延 卫星图显示 说淹没区最长 约13公里 你看这么大的口子啊 这么大口子 现在纯粹 中共所谓的救灾 你看这 这是一个口子 还有这里啊 你看这么远 中共的所谓救灾 其实这个救个毛 啥都没救 纯粹就是啊 纯粹就是洪水 自己慢慢的啊 慢慢的回 回去了啊 回洪以后 然后就说 你看我救灾成功了吗 他所有的救灾 都是怎么假的 都是骗 知道吧 就所有的就是啊 热火朝天的拍个视频 拍个照片 然后一堆文宣上 实际上啥都没做 我跟啥都没 还得骗 还得骗一圈钱呢 人家可不是啥都不落 人家 对 对 然后钱到位了 然后还用这个名去捐款 还妈蹭热度 我操 对吧 郭不都永远这么 你和郭在外面做事 不都永远这么 啥事都跟他没关系 他就是妈 这啥 要蹭 要蹭 一堆人一起 一堆拖 网上不是说了吗 那个检察官你知道吧 那个有个叫做啥 偷窥 郭文贵这个号 检察官证实了 就是他的 因为把那个手机没收了以后 里面就正好在用这个号 知道吧 头盔郭文贵那个 我早就说过 我说 郭天天没事 就在那里 自己换着手机 来回切换 自己给自己 做拖 我怎么很乱 所以中共这个回音币玩的是这个 冷火纯青 对 就这个 在哪都玩 就是任何事情上也玩 就比如说这个 其他人去特应他 就是形成那种 所谓回音币 然后他自己也玩 这个锅 搂在哪 就是中共可能还得找一群 养一堆号 锅是养一堆号都舍不得 自己 自己搞十几个手机来回换 对 自己搞自己 你要自己搞自己 就是有的群里头 别人有人一旦咨询过 比如在之前discord群 或者什么whatsApp群 他说 立马说 就换个号 就自己来了 谁敢说 我七哥 我七哥坐着怎么怎么就开始 其实就是自己在那里 太他妈恶心 知道吧 那个 偷偷教会这个号 在推特里头之前 说的好恶心的 哎呀 伟大的七哥 怎么 谁的妈都是自己在这里 舔自己 你说这那么恶心 不 真那么烂 真的吧 我变态 我 自己舔自己 太那么恶心 比如说谁 我要退钱 我要退钱 我绝对不退钱 我还要捐钱 就是养一堆拖的 就是一直都是很烂 真的是很恶心 中共这些文宣的所有做法都这样 啊 嗯 对 还有就是这个洪水 你中共吹半天牛逼 你咋救啊 就是他唯一 这个 我 我没有太关注这事啊 但是唯一看到过 就往刷到 或者说网上 这几个镜头 都是村民开尔托拉机 或者货车 自己 我也没见到那里边有军车 我也没见到那里边有沙袋 就去去堵这个绝口 其实也没有任何用啊 就是就连就连这个这个啊 民间的这些 都不能排除涉嫌这个摆派的这个嫌疑 就是从他的这个整体的这种 这种这种气质啊 这种神情上面啊 都都没有感觉到 他这个这个家破人亡的这种 这种程度 而且还有这么大的 这个水水体水量 你的娘怎么救啊 你给我说说 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啊 对吧 这个这个 所以说就是 怎么说呢 蒙这个这个无辜群众 无脑群众的这个第一行 然后你你只要稍稍加思考 就这个漏洞百出 是的 绝对是 所以中共纯粹就是文学啊 烧大刺 稍加思考 就漏洞百出 纯粹就是文学 啥都是骗 所以我们的这个揭露啊 中共知道啊 所以加大忌妒 加大药量 就老百姓这个抗药性已经有了 加大药量 真的吗 对 还有一点 就是我看他们报道 这个这个 说是 也不知道他截止什么时候 或者地狱啊 说是无人伤亡 我当天想谁信呢 卧槽 这个枣棚子里 你不信这个 这个衣不留神摔一跤 呛一口还死了呢 你这样的这个面积和这个 这个水量 你说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卧槽 这个难以置信啊 水性都造化 对 好 关于这话题 咱们先到这里啊 谢谢 齐鲁先生再见